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 头戴帽 口罩包紧紧 独自出门遛狗 她是香港影后张曼玉 直见她报受颈部血管突出 两儿还打了数个耳洞 最近港媒报到 她以秘密从豪宅区搬到平民区 为的就是要与世隔绝 剧情人士透露 她以厌倦 遇人交流 还忙着做我的音乐 我希望二二十一 今年可以出一批 去年张曼玉顶着一头俏丽短菊发 帅气黑皮衣 年过半百的她 亮丽依旧 却还是很遭网友酸脸像塑胶脸 张曼玉近年来性格越来越孤僻 且有升级的现象 张曼玉是成就香港电影辉煌的重要演员 但情路却十分坎坷 2002年结束和发籍导演的四年婚姻 接下来陆陆续续和多名外籍人士交往 却都黯然收场 张曼玉这次轰轰烈烈的爱情又出了点小问题 被与假富豪男猪学期交往 被骗了上千万港元 至今遇不到能托付终身的豪男人 似乎对感情行回义冷 性格大变 我死后足色呢 不过都是派人言可谓 严活青春的中国一代影姓软玲玉 让张曼玉学会演戏 是香港金像奖 台湾金马奖影后常胜君 像是加了魔 你欣然成熟 别奢望闪躲 如今逐渐封闭自窝 面容憔悴 营迷们担心张曼玉会成为 拦截因第二 近况令人担忧 现在一期询问客人做不到 伤心 调伞 我的 cell Есть 的